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LCI 一个星期的蜡烛 一个星期的图 所以我们在这边1529还不能突破三次了 它跌破1529 跌破1529 推回上来 不能过再推多一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了现在 所以还不能过1529 所以这个星期就比较难看一点 因为它有一个尾巴创过了 然后推回下来 所以这个好像是个假突破 假突破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症状 现在看来它的下跌的压力 还不是很大 所以他们这个 垃圾是个十字架垃圾 两个十字架垃圾 十字架垃圾是没有方向的垃圾 所以两个没有方向垃圾 所以其实是还有机会的 还有机会 我可能可以过1529 把他们充了几次 充了几个星期都充不过 所以现在越来越危险 他越久充不过 他就压力 现在跌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把RSI还是 RSI在已经是在这个 啊 50下面啊 所以这个呢 其实下跌其实是比较强一点 给我们要看1529 如果他能突破1529 我们就有一个窗口可以玩啊 有一个窗口 7155 还是要等待吧 现在还不是很 还不错啊 market也不是算很烂 因为现在是横盘咯 有上有下 有上有下 所以这个还不是 还可以啊 现在market还可以 还可以 OK我们看 我们看那个 板块先咯 consumer 消费股 所以消费股现在呢 有一点小小回弹咯 如果你们是抓住消费股 要逃的咯 可能这边有一个小机会 可以逃咯 是反弹罢了 他已经跌破了 这个这个 模式了啊 现在是下跌趋势模式 所以有机会逃就逃咯 除非是有些那些 那些炒股 那些我可以收 尽量不要拿太多 这个consumer 我尽量不要收太多 这个消费股 因为消费股 是下跌局势 工业 industry industry 横盘咯 还OK 看来还OK industry可以暂时手下 因为它在横盘 logistic 运输 运输 运输呢 他没有什么上 没有什么下咯 他在这个 这个三角形 底度这边啊 在这边 三角形的下面 啊 啊 这条趋势线这边 支撑咯 所以他慢慢上 但他也没有增长 也没有下跌咯 这个 看来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玩 只是可以赚一点点 不亏也不会亏多 也赚一点点 这样子 energy so energy so energy呢 就啊 能量呢 就下跌局势继续哦 but他在这个通道底 现在正在有一点支撑 可能有一个小反弹 就小反弹 被套住的可能有机会逃咯 如果要投资的话呢 要投资的话呢 他要突破这条 这条通道先哦 要突破这条通道先哦 突破这条通道了 就可能有机会 我差不多是 810点左右了哦 这个要等哦 现在如果有 有反弹 就是可以逃啊 可以逃啊 有 科技 科技 大增啊 大账啊 科技还有一个 他的压力到在这边 0.92 so 他再跑多一两天 就可能啊 多一两天就有压力了啊 ok so要看这个92 他能突破92 应该还有机会再充 他不能突破 可能一个小小的调整哦 ok 看他调整到多元了哦 so调整这边 如果有如果你们觉得要卖的 可能有机会卖哦 可以有有机会要卖 如果他没有调整 还能继续充 就继续守咯 我们再看这个指数先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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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 跌破了啊 然后跌破了2873 然后现在 弹配上去2873 so一个假图破 so现在看来 ok 啊 他还守在2873上面啊 现在你看啊 他还守在2873上面啊 ok 看来还可以啊 他没有跌破这条趋势 现在看来还可以守 暂时还可以守啊 手套骨暂时还可以守 这个看来还可以守啊 还可以守 建筑 建筑就下跌趋势 有反弹是逃命罢了了 逃命 除了几个 啊 不要厚太多了啊 厚一个两个 有机会的股 还可以哦 还小小啊 把这个呢 不要厚太多股 如果你厚太多股呢 你 因为他下跌的股呢 consumption是比上升的股多 因为他在下跌趋势的时候 你厚越多就越危险 你看 电讯电讯电讯开始横盘了咯 他下跌了一轮正在开始横盘 看来还可以咯 电讯还可以 房产 房产它在通道底这边可能有一个小反弹咯 在通道底这边有一个小反弹 看来有机会逃的就逃了先咯 厚住的咯 就要看他 现在这个反弹可以去多远咯 他有一个小反弹 看来可以 如果他能突破这条通道咯 就看来上升趋势 可能有机会 现在我们暂时是给他 讲他是一个小反弹咯 小反弹 他下跌趋势还有 他长期的上升 还是在上升 还是在上升通道里面啊 所以他不是没有其他这样上 他还比较好一点 他比较好一点 金融 金融是慢慢的跌咯 因为金融现在mco mco 所以他对他影响蛮大咯 gdp又跌 然后很多生意不能开 受罪他的生意 物质又很难卖 受罪他的这个影响是很大 plantation plantation就是下跌 继续下跌趋势啦 最好不要玩咯 最好不要玩 可能这边有一个小反弹咯 如果是那个被套住的 这边有可能一个小反弹 有机会 可以逃就逃咯 ok 现在我们要看上个星期所讲的股 花袋 昨天covic 15000啊 so 讲来也伤心 不讲也伤心 不讲也不可以 讲来真是哎呦真是 一天啊 100多个人啊 184个人 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so这个也无话可讲了 现在他们有一个举白旗 白旗又全不能举的 现在开始举黑旗啊 新的 新的一个7月31号 他们要去抗议啊 去抗议啊 7月31号 去抗议啊 好像是哦 你们在那个网上 应该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 很多人会抗议啊 小心啊 这个可能政府 可能警察会抓咯 so 啊 花袋 红杏 我们看 花袋啊 肥到怎样哦 花袋 所以花袋有一个 这边呢 做了一个下跌蜡烛 所以我们有追到 第一波第二波 这边没有追到 我们追到第一波 第二波 这边没有追到 没有忘记放Alarm 现在要要新的 现在又要 啊 要有新的方式 去投资了很多 爆炸股啊 现在要放Alarm去哦 爆炸 赚了这边的钱 他一爆炸 哪一部分出来哦 哪一份啊 那个take profit的钱 哪一部分 在追他这个 哦 but 我们也不要用完全不前去追哦 如果 如果你 你这边追追追追追这边 然后你追这边 他跌回下来啊 跌回50% 你变了亏哦 so 我们这边赚了哦 如果我们赚了30 20%呢 拿那个30%的钱去追哦 拿那个 拿那个赚了的钱去追哦 不要拿你的本钱去追哦 然后你拿本钱去追 你拿本钱 然后你拿本钱 本钱去追啊 他跌回下来啊 你连本钱都完蛋哦 这个是我的方法啦 不是一定对啊 不是一定对的吧 我是这样子 我赚了 我赚了一笔 我追到三四十 50%了 然后他再冲呢 那个很危险了 那个是集团在 在玩了哦 集团一丢的时候呢 他的票很多 他的take很快追 逃也逃不掉 那些呢 我会拿一部分 赚了的钱来去投资 亏是不是我的钱 赚了 赚了可能可以 我可以double我的profit 如果亏了 也不是亏我的 我自己的本钱啊 哦 我是这样子啊 不一定是对 有些人他图纸方法不同 so up to 你们 我有我的方法 比较我的方法 是比较安全的 安全的方法 鸿杏 鸿杏拿到项目哦 所以我们从图那边 已经看到了 那个 他的那个 机会哦 在那个消息还没有出来之前哦 这个就是看图的厉害哦 所以我们追到第一波 56% 我追到这边第一波 这第二波这边没有追到 这边有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下跌蜡 要小心哦 这个不是很强的下跌蜡 不通滑带这样 不是讲他不会上啊 可能还会上 滑带也是啊 他们要炒他还会上 不是讲这个蜡 就是决定了 他一定会下 暂时败五是很大的压力 要卖他下来了哦 如果我要完呢 我会等他做一个模式先 几天做一个模式 出来看到什么模式 如果他突破那个模式 我再会进哦 或者他跌下来1.4 做一个模式在这边反弹 我再会进 要小心哦 追这些高 追这些炒股 要追炒股 大部分人亏钱是追炒股 亏钱的 不是买Maybank 不是买Tenaga 不是买TM股 亏钱的 大部分人亏钱 亏那五十八千 六十八千的 被套的一定是炒股的咯 那因为那些 那些blue chip 蓝球股那些是不会一下跌五十八千的 不是不会很小很小可能性啊 market什么都会发生 seber dynamic都会跌 跌到几毛钱啊 没有包哦 ok amalus amalus 我们也是有讲amalus 这边amalus 突破了哦 现在这边 第一个买点在这边 通道底反弹 第二个买点是突破 所以现在1.05 1.05这边有一些人被这边套住啊 被这边套住啊 这边有很多人套住 所以来到这边有一点 有一点人开始卖了啊 所以有一点压力 如果他们突破了嘞 他们突破了嘞 我们就看1.2 如果不能突破 跌下来 可能你们要卖 可以卖 stop loss的放0.76 手套 手套我们就是看那个了 手套很 比较 现在暂时我们用的方式比较简单 我们是看那个指数 指数 人手在那个支撑上面 我们就 继续的手啊 所以stop loss有一点压力在这边 4.13 然后把他最大的压力是4.5 好 但是这个有一个小压力 看他应该 看他 如果那个指数呢 继续能守 OK这个应该是还有机会啊 super max super max 创造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3.77 大的压力看他能不能突破 不能突破 可能他会跌下来 所以全部开始跌回下来嘞 全部开始跌回下来嘞 现在我们就在那个指数那边就可以看到 指数那边看的不对劲了 我们就cut了先嘞 burex也是啊 遇到这个很很大的压 很大的阻力啊 压力啊 1.0啊 so这个呢 如果压他下来 他不能通过 可以可能 记得放stop loss啊 0.805 他跌破0.805 就要逃了嘞 so我们已经放了stop loss so pharma现在我讲一讲 等下上面 等下上面那个有pharma的哦 讲一讲 pharma现在0.87 跌破0.87 要逃了啊 因为他现在 他 他的这个账呢 是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疫苗啊 vaccine啊 so现在他的vaccine 已经全部 1.12个million 已经全部交货了啊 so没有再订单 没有再来了 so看来他就没有的炒了了 应该是差不多 是没有的完了 mgrc mgrc 所以就突破了155.555 像那天我讲 他的突破手在151.55上面可以追 有机会追追到2.0 现在追的太迟了 这边突破追还可以哦 LKL LKL叻 他是不是手套 他不是制造手套啊 他好像是 啊 啊 代理手套不了 so他的 因为手套价钱一直跌啊 so对他的营涨蛮大的 so他的profit margin会跌 so 所以他没有手套股反弹这样强了哦 一点点了 这个不要玩了 LKL 我觉得啦 不会不要玩 这个呢 就啊 kosan跌破了压力 跌破了啊 支撑 上回来 现在去到3.3.38这边啊 3.8啊 3.8这边啊 他有这个DB Morgan价钱有压力哦 so现在他 3.49 ok 他再上多一点点就有压力了哦 看他能不能突破 全部开始跌回下来 我们看指数指数 指数那边会告诉我们哦 HLD也是HLD反弹了哦 ok 看来有机会1.5 1.005 1.18 1.25 我们再看指数 指数能不能守 ok 指数能守我们就还有机会 指数不能守 ok 可能这个暂时要cut loss先咯 因为这些啊 啊 手套还是被集团啊 困扰啊 或者被集团控制啊 所以集团要丢他的时候呢 他是 他是 他是一定会跌的哦 so 看那个集团要怎样玩他哦 so集团要捧他 他也会上集团 全部要丢他的时候呢 他也是会跌 so我们这些 散户啊 retail retailers做不到 就是不能给他 是撑不到他多远的啊 是推不到他多远的 都是靠集团的 so这个呢 开始HATARNAGA 开始回调啊 上升 反弹 看下 看下0.85应该有机会咯 他慢慢的上 我们看 我们看那个指数啊 指数能不能守 ok 还有这个 es ceramic es ceramic 就有反弹一点点罢了 暂时看来 0.62可能有机会 手套股继续上 他有机会啊 他不是做手套了 他是做那个手套的mode so这个呢 comfort也是有反弹 在通道底啊 这个横盘通道底有反弹 7-2.2有压力 看他能突破 他能突破 全部能突破压力呢 那个指数就会 继续上升 我们看到 指数继续上升 我们就继续买啊 继续收 k plus 2比较强 他反弹比较远啊 把现在遇到有一点压力 2.25 看他能不能突破 突破我们就看2.6跟2.9 evanta evanta也是哦 evanta现在2.075 有一点啊 有点压力 如果他能突破 就看2.2 2.4跟2.75 全部都是啊 最多我们要注重是看那个指数啊 指数能守呢 就应该还ok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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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g呢 dg的价钱4.25 太近了 所以应该很难玩 如果要玩的话呢 可能 他突破了肯定的价钱4.25 哦 守在4.25上面 我们就看RHB的价钱4.78 so stop loss在4.01 Airpods Airpods生意 现在一开始他们讲 Airpods开始有生意哦 因为他的那个 啊 飞机场啊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个 啊 啊 人的出入啊 很多人在那边 啊 啊 啊 怎么讲啊 很多很多游 很多那个 游客啊 啊 大客 很多大客 很多大客在那边出入了啊 很多比较比较生意 比较好了啊 啊 还有他就拿到那个 啊 Supan Airpods 啊 Supan Airpods 他要改去做那个hanger so 他有一点 那个 啊 新闻啊 有一点乐观的新闻出来啊 so 他的股啊 可能还能撑呢 so 5.25 是sup loss 他在通道底这边 可能反弹 OK 反弹 RSI 突破50 这个有机会哦 或者突破5.8 有机会 看来6.7 7.2 有机会了哦 因为他开始有traffic了啊 他的那个飞机场 开始有生意哦 steal 我们看一看铁哦 钢铁 so钢铁有一个突破在这边啊 钢铁有一个突破 哦 没有突破 ok有一个啊 啊 啊 有一个 gap啊 哦 有一个窗口开了 一个窗口 在这边一个gap啊 一个洞在这边啊 哦 sup 蓝箭飞这样这样搞哦 然后RSI突破50 看来这个暂时啊 ok 看他能突破49.37 如果他能突破49.37 应该还有机会冲着上了 如果他不能突破49.37 勒 可能会跌了下来 这个要等多一两天先哦 so我们 本来看到他哦 看到他应该是开始慢慢跌了 可是现在啊 有一个大的一个 很大的那个啊 啊 推动力啊 那推他一下子一个gap 一个gap啊 ok 一个gap up啊 so这个可能有机会 把你一个gap gap有危险哦 因为gap啊 可能多几天啊 他会关掉这个gap啊 关掉这个gap就有危险 so现在暂时呢 那个拿着这个 那个这个股的呢 拿着这个铁股的呢 守住先哦 那守住先看他下个星期 看他这个铁架是 看他这个 现在他是一个doji嘛 你看啊 他一个 他是一个十字架哦 这个是一个没有 没有啊方向的 的蜡烛哦 如果下个星期呢 开市呢 蜡烛是这个继续下的呢 就是他的 如果下个星期了哦 他的啊啊啊啊 走势是下的呢 这个蜡烛就是讲他 这个是一个右灯了啊 是一个shootingstar啊啊啊 如果他继续能冲上去呢 这个还有机会 看下个星期一 看他怎么样先 你看这个铁股呢 他是下跌趋势啊 现在他是反弹 现在有一个啊 下跌蜡烛 继续再继续下跌哦 所以这个不是很好看来哦 他的压力蛮大了 要跌下去的压力蛮大 所以这个暂时呢 暂时在手一下子先哦 因为我们要看那个铁架 看他怎么样跑哦 E-meter也是有小小反弹 所以在这边有有 有异道阻力 0.645哦 上不了去 暂时停了 所以我们要看那个铁架 也是异道阻力 哦 如果他冲得过 我们继续就守 如果他冲不过 我们可能要卖haptic也是哦 上了一点点异道阻力 0.53不能上 来Industry也是0.58 运道阻力 你看一直在这边 震荡不能上 Lidl Steel也是 在这边震荡 然后跌了下来 Lidl Steel开始跌了 这个 Malama Steel也是在这边震荡 0.53 所以我们要看那个铁架 OK 我们看那个铁架 哦 这个也是 micron也是哦 一直在这边 震荡不能上 有压力这边哦 所以我们就看那个铁架 铁架跟我们讲咯 这个继续能上还是 继续能玩还是不能玩 OK 我们看Ctos C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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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跌回下来 一直一直在跌哦 所以没有没有 暂时还没有炒第二波 不用 紧张先咯 我们看 我们看那个五分钟图哦 所以我们讲如果要玩 看这条这条通道跌破通道 逃了 所以逃不了 OK so 现在他在下跌哦 下跌 看他多一条通道 如果他突破这个通道 有机会 哦 我们看Mr.DIY的走势也是差不多这样 第一天冲上去 然后他是开始 几天是调整的 三四天调整 调整后呢 调整后呢 他才再冲了 才再创新高 创新高创新高 啊 冲到几百巴仙哦 所以这个我们等可能还有机会 不是讲他一定没有机会了哦 要等多几天 等多几天 可能他好像Mr.DIY这样 啊 有第二第三第四波哦 呃 打信打信突破了 突破了之后呢 就没有什么增长 哦 暂时还守在啊 5.05上面 暂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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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损在0.5 0.50 现在他突破了他还 他还能啊 守在这个突破了这条线上面呢 应该还ok 暂时还ok啊 还ok 还ok 证明他还有支撑 k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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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不清楚 他会跌 所以很多朋友会 在留言那边 啊 啊 告诉我们 ok 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这个 因为这个这件事发生 所以我会影响他 所以我们 现在越多观众就啊 越多资料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还有 越多观众会跟啊 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资料 哦 真的要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讲到讲到支持就是真的 哦 记得咯 要跟我like哦 我的视频哦 like跟share 分享哦 facebook youtube 啊 啊 whatsapp 或者wechat 大家分享分享哦 支持我的这个视频哦 我的视频成功是真的是要 要全靠大家的支持哦 还有记得你是第一天看 我的视频要点赞点阅哦 每天七点到八点 晚上 下午 ok 我会啊 啊 post两个视频三载两个视频 一个英文一个华语 还有星期天呢 我们就会讲整体讲了 一个星期的股哦 看下个星期有什么机会 哦 记得要点赞点阅哦 还有啊facebook啊 中午就看facebook啊 ok我有什么好料呢 我就会放在facebook 跟twitter那边啊 trading with ks kgb 是可以 需要 kgb kgb 因为 他xdividend哦 分那个 啊 不是xdividend sorry啊 X Lex Superman bonus issue啊 他分那个balance issue的股我们出来 所以跌下来了 现在可以上去 ok 所以有反弹了啊 看来1.3 5 1.5跟1.5是应该还有机会啊 1.1.2 1.24跟1.35 应该是还有机会 可能突破1.35就看1.5 SPSETI SPSETI才在中到底有一个小反弹 RSI突破了50 看来这个有机会他没有跌破1.050 1.050还可以收 所以我们看Pubblebank的价钱 Pubblebank的Target 1.25 LC TITAN LC TITAN通到底啊 OK有他有通道啊 OK通到底反弹了 也有一点小突破 看来还有机会他没有跌破2.6 OK还可以 他跌破2.6要逃了 如果没有跌破2.6呢 他存在上面应该有机会上3.5跟3.8 通到底啊通到底上通到顶 ECB ECB 他的三角形要跌破了 这个要小心哦 跌破2.665就要逃了 GH GH GH啊通到底反弹了啊 所以看啊0.54 0.59应该有机会 LionFat LionFat就没有这样强了 LionFat下跌趋势了 LionFat开始有一个下跌趋势来 有反弹就是超命波如果他突破1.085 就是有机会在投资 他突破不了他继续可能会下跌 暂时的SOP Loss放在0.82先 MGRC讲了 Gunger Gunger 他的这个 啊 Vaccine 疫苗 炒疫苗已经炒完了了 哦 现在暂时是 啊 Industry Gunger 暂时新闻出了也没有什么 他拿到Sinofarm 他要在马来西亚卖的那个Sinofarm 也没有什么 人家炒他因为这边已经炒了了 炒到很夸张 完疫苗的时候 他要拿疫苗的时候 所以现在这边呢我是没有什么会玩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 看到了没有什么动力 Betrox Betrox这边突破了16.555 他能突破16.555 就进回通道进回通道 我们就看通道底 买通道底卖通道底 20左右啊 他的target 还不会飞不知道啊 买了20后还要看啊 现在股飞到很夸张啊 Mr.DIY Mr.DIY是拨拜扩啊 那些集团讲拜扩 可能给他4.1 所以现在如果他突破 如果他突破3.5 可能可以拿一点点老一点低 突破3.8 他老一点低 看TENANGER的价钱4.1 BOTO BOTO是卖MASTA的啊 那个批发MASTA的哦 BOTO你看啊1.6啊 我们讲了啊1.6 他很难突破1.6啊 一次两次 三次在第四次还没有突破1.6 看1.6 他能突破1.6 就有机会买 他不能突破1.6 可能会掉下来哦 所以他在这个三角形 他不能冲 他不能冲破这个1.6啊 看1.6 C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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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趋势 好像要跌破了 如果玩短期的2.3 2.3一跌破了要逃了 如果玩长期的呢还可以守2.05 他还有一个趋势线在这边 没有跌破2.05还可以玩 MAYBOT MAYBOT他在中间这边哦 这个呢如果你要在这边玩呢 他跌破0.67就要逃了哦 如果你是买通道底的呢 就要等他最好等他跌到 通道底这边才玩哦 通道底这边 0.58左右反弹才玩哦 如果你这边买了 因为这边有机会啦 因为他已经test了通道底了 在这边 test了通道底 可能这个是那个上升波来的哦 so 这个呢 如果你是在 近期买的呢 就看0.67 如果你在通道底买的呢 就0.58 跌破0.58 好 如果近期买的呢 就跌破0.67 好 UCHI 可能要突破了啊 突破了3.17就可以进了啊 3.17可以进啊 3.2 target是3.2 3.5左右了哦 跌破3.02就要逃了啊 3.02要逃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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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 K&M K&M现在油不是很 呃 油不是很的 我们的油股不是上的很很高啊 所以对他影响力蛮大了 所以现在他在三角形里面 他能突破0.215 就有机会买跌破0.155 就要逃了 ARBB ARBB是很波动啊 超级波动要小心哦 如果他 他能在0.255 反弹 有机会买到啊 0.44左右 0.46 如果他继续再跌 就不要玩了啊 如果守住的继续再跌 破0.255 可能要逃 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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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塞 更高的高更低的高 也是有背离了 不是讲他不会冲 如果会冲呢可能还可以追一点点 追炒股不要塞浪 很危险的 记得拿那些赚了的钱来追 这是我的方式 Andru 看一看 Andru讲了 看油 所以 如果那天跌回下来66 现在有一点小反弹 所以现在暂时我们还是算他是反弹 如果这个反弹 突破不了76跌回下来 这个可能就是下跌趋势就开始了 开始这个下跌趋势 这边有一条线 如果他来到这边又跌回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下跌通道开始 下跌了 如果他能突破76跌 可能还可以重做上了 应该是可能会横盘的 现在因为market讲他不会 年尾应该会去到80 年尾应该去到80 可能这个暂时横盘 横盘的油股还有机会了 现在这个小反弹 所以看到可以弹多久 所以暂时守住先 如果还没有卖的可能还有机会 逃还有机会逃 可以等多几天先还有机会逃 达应很久都不能弯了 他下跌趋势很强 因缘也是下跌趋势很强 如果还被套住了有反弹 这几天可能有一个反弹 Hibiscus也是有一个反弹 反弹就逃了 反弹就逃了 投资就不是这样好了 Sapura也是 Sapura才在通道底跌破了一点点 看来还有机会上去 如果他能弹回上去这个通道里面 到1.3 1.4 RSI突破50 这个有机会到快期 快期 Apex JF Apex的价钱 M Invest给0.29 看来有机会 因为他拿到很大的项目 1 billion 1.2 billion 的项目 Asia 他的走势很不美了 要小心 Asia没有钱了 一直要筹筹 所以他已经跌破了 这个要通道了 跌破了这个支撑了 现在在支撑上面跑 这个有反弹是逃命波来的 不是 不是投资啊 KB KB差不多要到target了 一直要冲冲冲 还没有到target 那天我们讲target在这边啊 target到0.945到1块钱 所以这边差不多要到了 因为这边有很多人被套住啊 在这边啊 4月的时候啊这个高很多人追进去 可能啊这边很多人追进去 所以这些被套住了 所以现在价钱一到 一到这个地方呢 0.9左右很多人到在这边 很多人卖 所以他冲冲到这边很辛苦 然后可能下个星期呢 他再他再他再冲不上去呢 可能要take profit MAXIS MAXIS现在有5G了 可能这些啊有 有一点机会啊 可能这些啊 要要小心看哦 这些啊 电讯股啊 一飞又很快飞了 MAXIS就比较慢了 小钱那些电讯股啊 一飞就很快 所以要小心看哦 MAXIS看他能不能反弹 如果他反弹可能的价钱 可能的价钱是4.7哦 如果他有反弹呢 看他有机会 7到4.7没有 RSI要突破50钱 然后看RSI突破50 就可能有机会老一点底 DPIH DPIH DPIH就突破了这个三角形模式 现在有很多压力在这边 0.685 很多人卖 一直卖一直卖哦 因为这边 很多人被套住了 所以如果他他能突破了0.685呢 就很有机会 他能守在 0.605上面 他跌破0.605就要逃了 他能守在 他能在这边慢慢的上 然后突破了0.685 就很有机会去0.770 0.84 现在压力很大 HUB SYN HUB SYN 现在追Dividend 追完了 现在开始下跌了 我们要等他做一个模式 出来先 现在还看不到他去哪里 可能会跌 可能会上 看不到 HITEC HITEC是炒股啊 大家要小心 HITEC是炒股 HITEC做了 我们讲这边 4.1 4.04 有机会反弹 可能有机会可以买 这个可能是第二波罢了 所以这个可能还有机会 这个第一波 这个第二波 可能还有机会第三波 所以你们看清楚 其实他做了一个三角形的 这边 你们去4个 去4个小时的图来看 他做了一个三角形出来 这边突破了 所以这边有机会追吧 这个很危险 不要去塞浪追 这个是很危险的 看来5.8 6.7 可能有机会 HITEC HITEC 现在电圈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机会 因为他5G要来了 所以这个呢 买了 看03.72 如果近期买 ok 3.72 加14.45 RSP 4.7 如果他跌破了 这个呢 就要看3.605 看他能不能守3.605 不能守3.605 就要逃了 ok 今天讲完了 现在大家观看 记得要跟我点赞 点阅 记得要支持我们这个 啊 啊 频道哦 说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留言哦 啊 记得要看我Facebook哦 拜拜